See, his name is Rodel,罗尔德达尔先生,他自己专门建了这样的一个website,一个网址,大家可以登陆这个网址,www.rodel.com,就是他的名字的全名.com就可以了,大家可以记下这个,这个作家是挪威籍的英国作家,他在英国非常非常有名,当然,yes possibly,他已经不在了, 但是,刚刚在前不久的英国卫报当中,他的一部作品叫做The Witches,女巫,打败了J.K. Rowling的Harry Potter,所有人都认为可能J.K. Rowling这次一定能赢得第一名,因为这个人那么火,哈利波特,大家都是全球最爱知道,结果,就在这次票选当中,这个已故的作家,rodel,他的作品依旧打败了这个Harry Potter,登上了冠金宝座,你就可见这个作家在英国人新闻当中, 在整个世界当中,他的这个地位有多么的高,Let's see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,来看一下作家的简介吧,好,我们的作者,Rodel,罗尔德达尔先生,他被评为The World's Number One Storyteller,是世界上第一名的,排名第一的冠军,也是刚刚在英国获得了最受读者喜欢作家第一名, 因为他的作品当中,入选的就是The Witches,女巫,待会老师给大家推荐他的这本书,打败了我们大多二十诺乡的Harry Potter,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去多读多这样的小说,都是魔幻小说,Harry Potter也是魔幻小说,我们的这个Rodel,他写的也是那种很多魔幻小说,但是他写的一种非常接近儿童文学,并且很有那种教育的音乐在里面,所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,而且非常有意思, 好,不说废话,赶紧看一下书吧,好,第一本书,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,张张,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,一定听说过吧,Charlie和巧克力工厂,那么这本书已经被拍成了电影,是我非常喜爱的演员,Johnny Dibb,就是那个加勒比海盗的男主角,那个Jack船长,那个演员演的,叫做约翰·尼德普,我特别喜欢的这个演员,他出演了这部电影,你就可见, 这本书也是多么的好,因为一般请不了这么大牌,在演员演这个,大家有继续看这部电影,然后再把这本书看一下,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,我估计大家都看过中文版,记住,想学好英文,一定要看英文原版,不要记住中文翻译,自己去进入我们Rodel的世界当中去,好吧,那这个小说,这个讲的是我们的主人公Charlie with a boring and poor family,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里面,大家有很多老人,哎, 可能就是吃了上次的没下顿那样子的,但是很快马上到他Birthday了,那么在西方非常重视孩子Birthday,一定会买些小礼物,但是Charlie,哎呀,每次特别揪心,因为他特别想吃Chocolate,太贵买不起,所以每次只能眼巴巴的看那些Windows,在橱窗里面看那个,啊,Chocolate,哎呀,这巧克力,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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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谈得不得了,但最终,啊,爸爸妈妈还是非常努力的给他买了块巧克力,特别幸运的是,他终于拿到了那个巧克力里面有一个Jodan Ticket,因为我们这个巧克力工厂的老板,在全球就发了五张金的票,门票,可以去参观Chocolate Factory, 因为在Charlie Daddick当中是有着世界上全球最大的巧克力工厂,基本上那工厂特别神秘,没有人进进出出,大家都特别神秘,所以呢,终于他们获邀参观了这个巧克力工厂,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,自己去看就知道了,OK,这是个小说,不是真的,小说,非常有意思的,推荐大家看一下,OK,这是我们第一部小说,第二本书,就是非常著名的The Witches,玉屋,啊,蛮惊悚的, 女巫故事,那么这个女巫讲的什么呢,就是在我们这个主人公,他住的小镇上的女巫呀,啊,terrible,很可怕,他们习惯把小孩变成mouse,C,变成老鼠,然后将小孩都杀掉,各种杀小孩,那么最终镇子里面的小孩都被杀光了吗,他们怎么跟女巫反抗呢,去看一下The Witches就知道了,他可是打败了Harry Potter,所以要看一下,好,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本书,The Witches,第三本书, 还是他的,哇,大家看这个,哇哦,long legs,这么长的腿,没错,腿长,个子就大,所以这本书叫大个子,就是什么说的,好心眼巨人,The BFG,就是我们说的,Big Friendly Giant,巨人,这个讲的是巨人的故事, 那我们的这个小女孩,小主人公,Sophia,她有一天晚上,无意之间被一个巨人给抓走了,在那个城市里面,巨人是吃人的,巨人把我们的人类叫做Bing,叫豆子,他们吃人就跟吃豆似的,扎边一个,哎,这豆真咸,啊,这一定没洗澡吧,啊,这个肉都是,这个豆子都是水啊,小胖堆,对吧,天天吃人,那么Sophia被抓走之后是被吃了吗, No,没有,因为他碰上了好心眼的巨人,所以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成了好朋友,那么最终,他们如何反抗拯救世界呢,哎,就是一种Happy Ending的小故事,很adventurous,很有意思,很有冒险,大家看一下这个好心眼巨人,好,接下来,这个标题写的乱七八糟了,这是这种很可爱的字,叫做George, Marvelous, Madison,哎,George,小智,我们就翻译成, 小乔治的神奇魔药,小乔治啊,不太喜欢他姥姥,因为姥姥特别的小心眼,还特别特别的坏,总是让George非常不开心,然后大家都不喜欢他的姥姥,所以George有一天,就想发明一种药,他把家里所有什么洗发水啊,蟑螂水啊,什么除臭剂啊,或者各种的什么各种水,放在一起,就无意当中配出了一种Magical Medicine,我们叫做Marvelous Medicine, 神奇的魔药,姥姥吃之后变得特别特别大,但后来他又继续配置,说得把姥姥变回来啊,然后又继续配置另外一种药,结果姥姥一喝越了小,最后姥姥消失了,这本小书是蛮有争议的,因为最终,我们这个George,并没有说想把姥姥给害死,那么最终,George是怎么想的,而你,作为你的读者,你是支持谁呢,你觉得George对吗,你觉得姥姥应该被惩罚吗,自己去看一下,来评判一下这本书吧, 好,这是我们的这本书,George's Marvelous Medicine,好,Next,The Films,好,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Cartoons,我们的一些动画电影,第一部动画电影是我特别喜欢的,叫做Make Mind,估计好多人没有看过,是Dreamwork,梦工厂,出的一个动画片,叫做Make Mind,翻译中文叫做超级大坏蛋,就是大坏蛋的意思, 这部作品特别颠覆传统,因为传统的Cartoons,都是正义打败邪恶,不,这本书,这个动画,你猜怎么着,他赢了,坏蛋赢了,但是真的是坏蛋赢了之后,世界就毁掉了吗,这一看就知道了,好,我们推荐大家看这个电影,因为它的语言特别特别简单,对大家听力会有刺激,所以大家可以平时来看一下,这是美语翻译的,你可以选择美语翻译的,Make Mind,接下来第二个电影, 这个电影是特别特别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,适合所有人都看,因为它里边基本上无台词,这个电影不让你来学英文的,而是来启发你的一些意识,或者你对于世界观的一些看法,这个电影叫做机器人总统人Wally,讲的就是Ava和Wally的故事,我们这个小小小机器人在地球上边,然后呢,无意当中,就从另外一星球里面认识了Wally,然后Wally把它带到另外一星球里面,结果呢,已经全成了, 可能是人类,因为,啊,说人类不在地球上吗,你知道人类为什么不在地球了吗,因为人类已经把地球弄成千疮百孔,已经无法生存,地球马上就毁灭了,人可倒好,都跑另外一星球去了,又去祸害另外一个星球,所以这个电影告诉我们,Protect our earth, our home,保护我们的家园,你看一下这个电影是如何启示你的,你又从中学到了什么呢,所以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动画大片, 然后,Dragon, yes,How to train your dragon,如何训练你的龙,我们把它叫做训龙高手,这部电影我看了两次,第一次它的这个How to train your dragon,它后来又出了一个小的小前奏,大家都可以去下载,然后这部电影特别有意思的原因是因为也是那种很感人,我自己后面都看了有点想哭,所以我觉得小朋友看应该也会哭,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, 我们的小主人公和他的Dragon,最后跟恶龙来拼搏,最后正义打败了邪恶,那来看一看这部电影,我觉得还会对你有一些小小小触动,是英文的 接下来是特别火爆全球的Up,非屋环游记,如果你看过的话,我建议再多看几遍,非常非常不错,语言非常的慢,而且没有小孩的语言,所以对于大家想学英文,学地道发音的话,可以看看这部 动画片,然后去琢磨一下里面那些台词,可以学一下,我觉得还是OK的,看到片第一遍可能就看的是意思,第二遍可能再看一下,到底你得到了什么,第三遍,第四遍的时候可能想学里面这些话,如果你真的爱它,那么请你模仿它吧,好,非屋环游记送给大家,接下来,是我本人最最最最最最喜爱的系列动画大片,叫做Shrek,史莱克全集,反正我是非常爱里面的这头驴子,所以我特意取了这个驴子,所以这个封面,如果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,赶紧去看,Shrek,史莱克,怪物史莱克,OK,that's all,好,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节课就这么多了,Bron是不是有点意犹未尽,我们下节课再见嘛,OK,后面大屏幕是初老师联系方式,还有老师的帅照,如果有个问题的话,欢迎跟初老师来进行联系,可以通过email,QQ群,QQ,当然还可以通过新网微博,以及学士网校,我们的QQ群现在非常的火爆,里面很多很多,牛孩站在里面, 如果有个问题,可以跟我们及时在线来交流,好吧,今天可能这么多吧,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